第七 在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 这都是一样连贯的 他就听我们 是向他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所求的一切无不得着 关于按照神的旨意求 这个旨意什么呢 如何理解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呢 什么是神的旨意 前面我们谈到了 神的旨意如果按类型分的话 隐藏的和显明的 隐藏的我们测不透 我们不晓得上帝真的要怎么样 但是显明的是 上帝透过他记录在圣经当中 他的作为 他的品性 他的吩咐 他的命令 他的应许 显明了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越熟悉圣经 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属性 神的计划 甚至有一些是合理的 必然的推论 虽然不是明确 但是因为你对神的作为 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性格的了解 你大概就可以导出 神所期待愿望的是什么 那关于圣经当中 圣经是关于一切生命 尽前之事 于教训都则 使人归正教导人 学义 教属神的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都是充足的 所有关乎生命尽前的 都够的 所以努力学习圣经 认真 深刻 勤勉地去学习 研读圣经 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 去祷告 当然 就能够得到应答 罗马书一章 十二章 一节到二节 心意更新而变化 才能够查验 何为神 善良 纯全可学的旨意 心思 在神的话语当中 更新了 我们就能够明白 体恤 上帝的心意 我们求的时候 这种被更新的心意 就不可能 不是说不可能 就很难违背这种心意 违背良知 求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前提是你爱神 你愿意顺从神 你又被更新了 当然愿意寻求神的旨意 对不对 所以明白神的旨意 被神的旨意更新 所以就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祷告的就必得着 无论求什么 凡是你求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神的旨意 在求的过程当中 就会一直降服在神的旨意 有期待 但是有的时候 最后主啊 我愚笨 我看不透事情的本质 和最终的结局 虽然我期待是成就A 但是你可能给我的是 AAA 是吧 我求的是50 可能上帝要给我的200 但是我愿望是这样 主啊 倘若可能可行 英语 虽然这个已经设计不到什么 道德败坏 基本上在神的旨意 但是问题 我还信靠神 主啊 不要照我的愚昧 这个求的太少 但是照你的旨意 你所乐意的 最终带着这种降服的意志 在神的面前去求 你所谓的旨意 你所谓的旨意